阿虎智傑也是因為開店 對啊 這個也是因為開店 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因為 欠了兩百萬 欠了兩百萬啦 唉唷 也不低欸 最慘的就是這樣 為了開店 爸爸的退休機 阿你這個也不好住啊 阿你啊 退休機 這也是真的是不得已的 先講喔 這個源頭也是因為開店 那個時候開店也是因為 朋友就說要開店 大家都講的就是打得火熱 就感覺好像明天就要開了 其實我們這身上又不留現金的人 所以怎麼辦呢 還好那時候剛剛不講朋友嗎 我還真有朋友 我就跟他說不然就先借我個100 我開個店好不好 這個利潤到時候看怎麼還 還是要還也怎麼樣 唉唷 這個朋友還真的說好 馬上1百萬就打到帳上 而且還是解除美金喔什麼 他還虧了一點喔 一百萬是 對 虧的給你喔 解美金定存然後給你 借錢給你 也都沒有講說什麼時候要還 反正就是有就還 那我想說太好了 因為開店 那如果這邊有盈餘 我就拿盈餘還你 那等於我 對不對 我一毛錢沒出嘛 騙我也有了 人家借你錢你心地還這麼壞 不是 你真是 不...我們是有分 就想說有分給他 就說一起開的意思 是這種想法 但是我這個朋友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可能也是因為疫情 他突然也是 他就說他想要拿回他的錢 我說我現在真的沒有錢給你 因為當初沒有講好多怎麼還 也不可能 三個月還100嘛 因為你空手套白狼嘛 我自己話都講好他拓壞我 也沒寫借據 對啊 沒寫 誰會減你錢 坦白說我還真可以跑 但是因為我就覺得 我們其實是有良心的人 我們就覺得說沒事 錢我真的是跟你借的 那我一定會還給你 頭髮少一點 那怎麼辦 那我就是借那種有利息的 民間的 對 那一開始還好 一開始也就3% 3% 3%不是年利率3% 所以100萬 你每個月就要給他3萬塊利息 不含合金 很高耶 不含合金 他瘋了 沒有 好多 沒有辦法 不然我朋友要 對啊 他沒有辦法啦 所以我覺得3萬塊 對他3萬塊就可以解決事情了 對 就至少我先度過這個 疫情的時間 所以我就借了這個3%之後呢 還掉之後 那這一條就沒了嘛 但我是不是多了一個3%這一個 3%那時候疫情 我們根本沒有收入的 零收入 所以我每個月 我跟你講 他每個月準時來找你 真的 他之前都越來越多 對 他們的人都不會 不會不找你 對 那邊人都不會確診 那邊人都不會確診 打電話來那個聲音都很爽 那個要還錢囉 怎麼辦 誰的錢都可以欠 就是這種民間的不能欠 因為你不知道背後是什麼 而且這種東西就很麻煩的 所以怎麼辦 3%沒有啦 我還是等下還100萬 現在誰要借我100 好吧 我去找一個5%的 去壓那個3% 天啊 然後重點是5%還不借你整數喔 就是譬如說你差100 他扣掉就算了 重點是他說我只能借你50 所以我還有50要去解決 所以另外50 我可能找一個10%的 10% 對 我現在講的都是月息喔 所以搞到 對 搞到最後我借到5% 10% 5% 8% 10% 15% 20% 他有一週20%的 一週 還有中時20% 一週20% 早到最後是真的不會有人借你 那怎麼辦 你這樣一直還下去 力滾力還不出來 後來真的是沒辦法跟家人說 然後這個 爸爸就停了 對 就是那種謹慎的那個退休金 剛好就差這一點你知道嗎 你不要小看 那個時候他退後天還給我 我才跟他借到40幾萬 但那40幾萬如果不還的話 是要管一週20%的 等於說每一個禮拜多 一定要還 8萬 然後48再滾喔 20 對 而且重點是他還要 他還不給你一直滾下去 他還要跟你喊停的 比如一個月之後 他覺得一定要你還清本金 而且你還不能一次 還不能分期還 一定要 譬如說你跟他借40 你最後要還的時候 一定要40萬一次還給他 我不能說我現在還個3萬 2萬加1萬 不可以 不行 所以就因為這樣子然後要搞光 然後這很慘 那我想請問 現在就是已經 爸爸那個退休金有拿回來了嗎 你說我也沒有還給他是不是 沒有 當然我的債務有減少 但是爸含那一條畢竟沒有利息 我看我最後再還他 所以你現在Toto到底 Toto全部到底 沒有 這個2百萬是帳上 那個時候帳上2百萬 但其實來來回回的流水 早就超過本金了 三倍 四倍以上 超過的 無尊你也知道你也不借我錢 我不知道 我自己 投資家家店 每次阿吳跟他借 然後他說我剛好開第25家 剛好開第26家 剛好開第27家 因為剛好真的拿去錢 去做別的投資了 沒有 我是今天 因為我跟他非常的好 可是我今天在節目上 才第一次知道這件事情 他從來沒有跟我講 不是 我跟你說 還好 妳講了 那今天就借他吧 對 我剛好 我給我一下一張股票 我等一下把Ken哥的聯絡資訊給你 太麻煩了 對啊 我會把這本書送給你 太好了 你讓時間奪走 你該有的燦爛 對 余生 我們來聽聽作者怎麼講好不好 作者這一條應該算 今天算小 對 我比起來我算小 但是因為我是在很年輕的時候負債 我是大概十七 十八歲的時候 因為我以前住在季養家庭嘛 然後高中 因為我一路上都一直在打工 然後國高中的時候存到五六萬 就覺得自己可以搬出去 因為以前一直寄人籬下 就是過了滿多 有一些滿不太好的經歷 然後我十七歲就搬出去住 家具買一買 其實六萬塊一下就沒了耶 就身上一下就沒了 然後我發現我比他們幸運的是 我沒有銀行可以借錢 因為我那時候不到二十歲 然後也沒有信用卡 所以我沒有辦法再借更多了 然後那時候就是身上的積蓄 等於花完 然後我連 我那時候最難過的事情是 因為我一心想著要讀好大學 因為以前生活比較辛苦嘛 就覺得至少要大學畢業 才可以讓人家瞧得起 然後那時候是 窮到連大學的學費都繳不出來 然後我 因為學貸是 二十歲才能辦 如果你沒有二十歲 你要有監護人陪同 可是因為我家人 他們全部都在日本 所以我在台灣 是沒有所謂的監護人 所以我就 然後那時候 學費繳不出來 然後我印象很深的是 那時候是夏天 然後我回到家就很熱 然後很想買個冰水 我都買不起 然後想說去看一下帳戶 看剩多少錢 全部領出來好了 結果帳戶只剩下 是領都領不出來 可以領一百啊 不行 那時候不行 一百好像不行 那個時候好像不行 可以那時候最少一千對不對 最少要一千 對,那時候真的沒有 然後房東都會敲門 因為我已經可能兩三個月 都沒有付房租 然後我覺得 就是一般人可能想說 負債到不了最後就是回家拿錢嘛 拿錢 最後就是回家 但是我沒有這一道管道 所以我欠十萬 對我人生來說已經很嚴重 那時候已經幾乎要露宿街頭了 然後我又沒有錢 我連吃飯錢都沒有 然後那時候窮到就是每天 我知道我家樓下的便利商店 每天兩點會丟掉過期的東西 對,我就會去拿那個過期的食物 是喔 極其品 對,極其品 然後從那時候就練就了 因為也不好意思聽見面 所以我大概一兩個禮拜去吃 那你有遇到佩德羅嗎 佩德羅應該也會 佩德羅應該也會 明星耶 我不會講 妳是明星 辛苦了 明星這樣不恰當 然後我那時候 住在頂樓夾蓋不是有40度嗎 然後冰水也買不起 可是又很想喝水 然後我家唯一能產出水的 只有那個熱水器 所以我就只能拿深水 然後去組成熱水 然後 因為那水就是煮費的 一百多 一百多這樣子 然後每天就喝那個熱水 然後在那個天氣底下 然後也沒飯吃 吃那個便利商店過期的東西 我就說這些 看起來好像還可以吃耶這樣 然後就假裝說 這樣好浪費食物 我說我可不可以拿走 他說可是這都過期囉 這個就算再撐一兩天 它就會發霉了 然後就說沒關係 我可以吃這樣 所以那時候 就有跟樓下的便利商店店員 他就有分給我 但真的很快 那種麵包還有牛奶 真的很快就會酸掉 臭掉 去夏天 對啊 然後那時候就練就了 我常常吃那種壞掉的食物 就是發霉我也能吃 就是麵包只要發霉 我就吃沒有發霉的醬 我就把那麵包發霉 對不對 對 就發霉的地方不要吃這樣 那你家裡冰箱 一定是不用叉頭對不對 因為沒有菜放在冰箱裡面嗎 有 我會繼續放進去 所以我之前有過就是 還是會繼續放一些發霉的 好不容易得到一個便當 對 就可能 然後我就會把 就是吃一部分 然後再把它放回冰箱 再拿出來熱 所以我都可以熱到菜已經酸掉了 我都還是繼續吃 還是繼續吃 只要不長蠢 我就可以繼續吃 天啊 就那時候已經苦成這樣 所以我就很羨慕有家庭的人 就是可以 可以有投資的機會 因為像我現在就屬於 個性比較保守 我就不敢投資任何事情 我也不敢創業 也不敢開店有什麼幹嘛 因為我 所以我覺得我滿幸運的是 我在18、19歲 就已經經歷了 可能露宿街頭 那時候是真的窮到 因為我即將要被趕過去 你覺得睡街友也太危險了嘛 可是因為我沒有地方去啦 我沒有 我們有啊 那你有跟那些街友對話嗎 只是去觀察 真的去當街友要具備什麼 譬如說要有紙箱 要有棉被 然後我想說 就是我真的認真研究街友 需要具備什麼條件 然後才可以開始去露宿街頭 其實有一些傅幼協會 它會幫助像你這樣子 真的嗎 對…有一些協會睡 對 我那時候可能都不知道 太年輕了 街友 街友不是說你想睡哪就睡哪 不是喔 那一個地方是 有紙增 你不能亂睡 他們會弄你的 趕你的 好可怕 主是我的 你是我的地盤的 你用地盤的 但是我記得是不是可以去申請 像什麼低收入戶 這個是不是可以申請 可是那個要家裡去申請 他沒有家裡 他沒有戶口 但好險也沒有真的到露宿街頭 最後借我錢的是我姐姐 還有我媽媽那時候的丈夫 嚇我一跳 我還以為是 借妳錢的是阿虎的爸爸 沒有… 對啊 那這樣真的是要還錢 對 我覺得他今天這個故事 媽媽沒借我 借我的是阿虎的爸爸 算月的吧 然後還有我那時候滿幸運的是 就我姐只借了我一點點 因為她也沒有多少錢 她也只帶我一歲而已 她也沒多少錢 然後那時候最大填補我這個 負債的是我後來有被 經紀公司挖掘 然後他們就有先幫我還清 所以後來我就很效忠於公司 那幾個年的經驗 對 就是 貴人的經驗 我覺得我算滿幸運的 但好像光是妳今天這個故事 一講出來 妳的書一定都大賣了 真的耶 對 好心酸喔 對 讓大家看一下 小時候比較辛苦一點 妳這樣下來的話 妳的腸胃很厲害 鐵打的腸腸腸胃 對 好像算是比一般人 還撐得過去 但是我就是條件比別人差 就像我現在胃就很不好 妳看 對 他上面真的有點失敗 某一次我去做簡單的身體檢查 才發現到身體有很多器官 已經出了狀況 胃潰瘍 胃穿孔 就是因為長期這樣子一直亂吃 一些過期的東西 所以導致我就是身體 有點壞光光了 而且那時候還在發育的時間吧 需要營養的時候 好不好 這個幻化成自己 自己的經驗幻化成養分 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我也是一個窮大學生 我沒有吃酸的麵包 但我是 就是同學們 剛剩下的那道菜我 我上次這樣不會算掉 這也是一招 同學的變成 有這個我也會 這個我也會 我是一直以來都是一個 用財有度負責任的一個男人 我不會借錢 雖然我這一套都是跟幕後借的 但是 真的講出來了 真的是很 你現在是不是都跟我們那個 我們握工作頭沒有衣服穿了 你需要用一個圍巾嗎 我的衣服被你拿到錢幫人 你還是人嗎 他用一個布包在那邊 沒有布可以穿了 週一至週五晚間九點 週年綜合台 同學來了 我們在五十二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線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 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和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足 中共 palavra 長城 我們目視 中間 和 同學 ций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